营蓮 营蓮 营蓮擔頭 留恋 留恋 留恋当头 留恋当头 只有高潮 留恋 留恋当头 哦 留恋当头 关注华人世界 人街东盟十国 东盟传媒 榴莲台 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你有你的说法 我有我的评价 世界每天都有事情发生 新闻评述 榴莲当头 我是孙然 自由高潮 我是维尔 是 透过Facebook也可以收听榴莲台 只要你在我们的官方Facebook上面点击听榴莲台 你就可以收听得到我们的节目 同时可以利用手机利用 手机利用程式下载东盟传媒或者是榴莲台 同样也可以无时无刻收听得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2月2号星期二的早晨 首先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国际时事 看一看维尼斯这一边的维尼斯狂欢节 维期两个星期的这个狂欢节就吸引了很多的维尼斯人 或者是意大利这边的人去参加这个节日 那么大家参加这个节日最主要的这个盛典 装扮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家都要再戴上面具 然后穿上他们这个算是传统的一种节庆的服装 然后是很漂亮很豪华很华丽的 可是就是因为可能最近也是因为受到影响 这个恐怖袭击的影响 所以警方他们在这个集庆点的时候 需要他们在下面具检查他们的样貌 确保是没有一些恐怖分子深入在其中的 所以从这个恐怖分子的事件 袭击全球过后呢 大家都有一点就担心了 无论在任何的这个节目节庆的里头呢 就会提心吊胆的 那警方的自然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担心 就觉得说如果是有那个恐怖分子混在里头 那怎么办 所以就希望说大家这些人呢 就不要戴着面具 以真面目示人 但是我一个语问了 真面目示人他们就真的认得出来吗 是不是可能一个名单了 然后名单里面都有照片 他们认的每一个这个恐怖分子 然后你真面目示人的时候 这个是恐怖分子 我把他抓起来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吧 因为如果你说狂欢节 他是一个人潮非常汹涌的一个地方 那如果在这么多人的这个地方 你怎么能够一眼就认出这个恐怖分子呢 我觉得非常困难的 所以他这个是主要 我相信是防范 如果发生事情过后 你要看到那个人的话 你比较容易认得他样子 是 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这样吧 因为如果是戴下面具的话 他就可以认定你是不是外籍人士 你到底是不是维尼斯人 如果你是维尼斯人的话 可能还对你的一举一动还不会加以警惕 可是如果你不是维尼斯人 然后你来参加这个狂欢节的话 那可能就会对你的一举一动都多加注意了 所以这可能是警方们考量的一点啦 当然就看到说在维尼斯这边 大家因为这两个星期的这个狂欢节 大家一起来做准备 然后一起来尽兴的 可是其实在世界的另一端 有一部分的人 他们也不敢太尽兴的过生活 尤其是澳洲人这边的老人 退休的老人 他们都不舍得花退休金 然后就有一个数据说 澳洲人他们退休之后的这个消费形象 是趋向于比较保守化的 然后都不舍得花自己的退休金 去旅行啊 或者是去就是去养老等等的 所以就很虚度的他们的退休的生活 有些人没有享受人生就死去了 甚至这个数据是怎么说的 他是说70岁之后的 就是很多多数的退休金 他们总而是随着年龄增长的 可是在70岁之后就下滑了 然后这个现象都表示 澳洲人他们没有善用这个退休金的 这个制度然后增加财富 反而是一直是不断的下滑 你在退休的之后就越来越省钱 然后就不花钱了 这个是不是报道里面想表示出一个讯息 就是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呢 你存了那么多钱到最后你没有办法用 那些钱出来干嘛 你也可能就传给自己的孩子还是孙子吧 但是如果你要把钱这财产传下去 那会不会就就怎么说呢 你辛苦了大半辈子 你自己没得花 那钱传下去有什么意义 我老实说我不太知道 然后看他们是感觉 这个钱会不会是一种心态 担心不够用 就是你退休金嘛 你没有其他收入了 你完全是靠你的退休金 然后如果是我用的多了 搞不好可能就没钱了 因为在国外可能很多这些老人家呢 他们孩子 他不像中国这种传统的养老观念嘛 对养儿防老 对他们是把孩子全部自由的跑出去了 所以都是靠自己的 也不需要孩子特别来养 所以他们是可能有一层担心说 如果我用多了 我钱可能我还活着 那我就不够用 最起码我现在用着用着省着用 省着用我也还活的还行 那没想到结果没意料到 生命没那么长 就想用他剩下的所有的钱 是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有啊 澳洲人他们现在就是说出了 他们不敢不太敢用这个退休金的原因 其中就是为了要帮孩子留下一个可观的财产 也有一些人是比较担忧啊 活太久的话就导致钱不够用 所以就尤其是在老了之后会有很多病痛嘛 那么在保健和居家维修的这一方面 因为老了希望自己居住的环境越来越好 所以就在保健和居家 这一方面是花比较多钱的 其他的地方都是很省吃兼用 就让我们看到说西方人 他们不是在热龄的这个时间 在退休之后很享受他们的生活 会去旅行什么之类的吗 其实反而是没有的 所以可能整个世界环境的局势不一样 其实在马来西亚也差不多一样 我们的EPF不是说那天哪个部长说了 就是说可能我们退休过后也不够用了 可能根本生活不到五年就会花光了 我在想人家省吃兼用都还用到还有剩 那我们怎么可能我们会花光 是不是因为第一我们这边生活水准太高了 我们存的钱根本不够用 那第二就是我们存的钱根本就太少 没有办法就是足够生活水准一样 但是就没有办法用钱太少了 那第三就是说我们太过奢侈了 用的东西没有去节制 所以不够用 这些可能性都有 只是就不知道这个澳洲澳洲人 他们的退休金平均可以去到多少 我也是很好奇 真的还不知道多少 可是这个数据就告诉我们说 90%的退休人士 他们都不会太利用他们的退休金 不懂得去散用他的退休金去 就是过他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了 所以这90%的人都是没有就没有享受到人生就死去了 所以是很可惜的地方 希望澳洲的政府也会去正视这个问题 到底他们这一个观念 因为以前好像也没有这种观念 说要养儿防老 然后说现在生的退休金要给儿子孩子买家 或者是为自己的这个孩子们着想比较多的 那么现在他们也有这个趋势 到底是是不是受外界的影响还是怎么样 什么叫享受生活呢 其实对你来说 对吧 享受生活就是我们本来看的西方世界的人那样 就是自己退休了之后 那就应该得到回自己的生活 有没有可能他们也其实在享受着生活 他们的生活是比较简化的生活 不需要花那么多钱 其实也在享受啊 只是我们是从钱财物质的这个角度来衡量他们 究竟是不是享受生活 我们一般上有时候就比较用物质的方式来衡量自己的生活 是好还是不好 可是我们忘了一个点 其实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 有些人觉得说 我喜欢这种简化的生活 Simplicity OK 这种简化的生活呢 我过得我很享受 我很开心啊 我没有觉得不舒服啊 那就不用花那么多钱 那也OK啊 其实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并不是说我物质上我花了很多钱 我住大物价大车 我每天大鱼大肉的 我就想这就叫享受生活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可能是一个心灵上的富足 那个比较重要吧 是或许也是吧 或者或者是些老年人 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的居住环境更好 或者是以后的生活更好的话 他把这些钱留给孩子 也是一个享受生活的可能性吧 那就真的是每个人对钱 或者是对他的退休生活的 享受生活的定义也不太一样 所以就看个人的怎样去看待这件事情了 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在科医学科技这一边的一些研究吧 英国的医生他们就发现说 有一款就是根据中医药的这个清浩素 他们就开发出了一种药物 可以预防肠癌复发 而且这个清浩素它的成本低廉又很安全 被誉为是新一代的SP0 就是SPV 所以英国的最后一个报导就报导说了 英国伦敦大学的乔治 乔治乔 圣乔士学院 他们有向23名的病人进行一个初步实验 说这一个部分的人 他们在手术之前服用了这个清浩素之后 另一部分的人是使用这个安慰剂 然后三年半之后的时间 服用安慰剂的患者中 有六个人是会复发的 反而使用这个清浩素的人 他们只有一个人复发 所以看到这个效果 就感觉它是两千其美的 因为毕竟它又可以防止癌症复发 然后它的价钱又很低廉 然后又很安全 其实他说这是从这个叫 中药里面提取的吧 这个中药是清浩液里面 就是一般上在中药会用这个东西 是用来可能就是抗一些病的这种用法的 然后结果是发现到 原来这里头还有这个类似 阿斯比林的成分的 所以其实随着这个年代的推进 中药或者中医学 已经逐渐的被西方医药来开发出来 然后用这种比较科学式的方式来认证 或者来确定 其实很多时候在以前 我不说以前 就说现在都好了 到今天为止 我就问一下 是不是你去 如果你在公司上班 你要申请病假 你能够拿一个中医师 开给你的这个病假单吗 中医师有办法开病假单吗 现在有了 现在中医师有开 但是很多公司都不太认证的 我不确定是不是所有公司 但是我知道我身边朋友的公司 大部分可以说90%多以上 都不承认这个中 就是中医方面所开的病假单 换句话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中医这一门医学 它并不是获得认可的 就是官方认可之类的这种东西 虽然说国家政府没有打压你中医 还是说还是让你一样去开 这个中医药 还是一样可以去售卖等等 但是并不是那种 大家的观念里头 觉得中医好像是不科学的 好像中医是怎么说呢 不是跟西方医药同一个地位的 所以现在不一样了 其实很多地方都已经认证了 包括西方医学 也开始研究中医学的价值 这个博大精深的学问 绝对是怎么说呢 值得花更多的心思 花更多的这个努力去研究去开发的 因为以前中医用的是 你说没临床成绩吗 有 这个白草杠木里面 这些全都是临床的吧 对不对 还有这个神农士的 他之前就这草本杠木 还有很多这些医药的书记 中药书记 他都是有这些临床的这个结果的研究的 不然的话他怎么写出这些东西来呢 只是说他没有 现在像西方医学 有了很多这种分析的这种方式 里头成分有什么 有什么 他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他就输在这边了 但是如果你实际研究 比方像这个青蒿素 就是从这个青蒿液里面研发出来的 他就给我发现到 早就以前的时候 人家都用这个青蒿液来当做这个中药来用了 只是说没有说他是R10比0 现在发现到原来他有R10比0的功效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一大很重要的发现 同时他真的挺便宜的 因为一颗药丸 它的成本值需要一英镑 一英镑的概念就是 它差不多是五令吉九十三仙 所以这一个一粒药丸才五令吉的价钱 你吃就算吃一百粒也好吧 才五百块 对啊 所以你对这些中草药 如果稍微有一些认识或熟悉的话 你甚至可以把成本降得更低 怎么说呢 自己种 我就发现到在一些家庭 就是对于一些中草药 如果是比较普遍都能够用的 并不是说你需要配一些药饮 或者需要中医师的指引才能够用的药 就比较普遍的能够用的 基本上家里都会栽种的 是最常见就是铁打酒 自己泡 这些都是能自己用的 但是要小心 因为并不是每个每一样东西呢 它可能会有相生相克的这种作用 所以用的不好啊 可能会影响自己的这个健康啊 是说到这一个 这一种就是药物的研发 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是这个蚊子的事情了 蚊子它的这个 我们之前所一直看到的 最近这几天一直看到的新闻 是这个资卡病毒 那么资卡病毒这边就发现说 其实是被这个WHO 世界卫生主持发现说 其实它是一个 就是基因改造而造成的一种 有这种毒性的蚊子了 只是怀疑罢了吧 对不对 还没有确定吧 疑是 所以就是看到有这个一个问题 所以在药物改造是好的 可是这种基因改造 可能就影响了一些 可能我们的下一代和现在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 副作业或者是 它一个负面的效果存在着的 那么这个资卡病毒 相信有听跟到这个消息的人 都应该知道 它的副作业是让这些 婴儿如果是就是胎儿 他们患上这个病之后 就会有小头症 或者是他们的头有畸形症 所以就是这个事情 在巴西或者是甚至在西方国家这边 都最近都挺大的 那么现在发现到说 这一件事情原来在印尼 也有这一种病例的 那么印尼这个病例 就是在苏本达拉岛这一边的 一种病例 那么这个患病的人 其实他是一名27岁的男子 他也挺奇怪的 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出过国 然后也就在他的自己 就是在苏本达拉岛这边患病了 所以就想说这一种蚊子 在印尼也被发现到了 其实也不稀奇啊 就是先说说看这个资卡吧 其实它的意思呢 是来自乌干达的一个语言叫Zika 它的英语是这样子的 它意思是什么 就是杂草 那这个称呼的来源呢 是大概1947年的时候开始的 那有一只从乌干达捕获 而且就被用于黄热病科学研究的 一个恒河猴子里面 它身体里面发现的一种热症状 那之后呢 这个研究人员呢 就从猴子体内就找到 就分离到一种新的 没有看过的这个病毒 这只猴子是生长在乌干达的杂草里面的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叫Zika了 然后在1948年的时候 科学家呢 在乌干达的非洲黑斑纹的体内 也分离到了Zika病毒 你刚才说基因改造嘛 对不对 其实在那个时候呢 就有一些专家或者一些科学家 他们就用这个带病毒的磁性 埃及黑斑纹 就刚刚我说的那个黑斑纹 它用来繁殖下一代 然后经过基因的改造呢 这些黑斑纹的后代呢 在繁殖前就会死去 所以它主要是为了这个 阻止这个黑斑纹的传播 骨痛热症 还有其他疾病蔓延呢 就设计了这种基因改造纹 然后放到大自然里头 所以这种改造的这个蚊子呢 就有人怀疑说 可能是Zika病毒的这个代源者 代源的这个体 所以你说印尼会 即使没有出国也会有 别忘了这个蚊子是会飞的 对 太阳光还太飞得到 这个你很难说 比如说它可能刚好你在 它跟着货运 比如说海船运这些 对对对 我们真的不知道了 它就顺着这些 在这个箱子里头啊 这货柜里头就飞了过来了 就传染了 这些还真的是很难 让你去做一个预防工作的 所以这个问题啊 就导致说现在啊 就是这一个 刚才说到的这个地方 是在巴西里亚这边 他们就说 可能因为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病毒 就导致很多的孕妇 他们会想要去堕胎 因为毕竟生出来的孩子 他的样子就是很激情 他的头是激情的 很多人都不太接受 所以就很多 或者是不知堕胎 或者是这个非法堕胎 可能也会在暗示中 慢慢的激征了 因为毕竟堕胎的话 可能也不太对吧 如果是你 因为这个事情去堕胎的话 医生可能还会建议说 不要比较好 那么现在就可能会 影响到这样的事情 因为毕竟 之前曾经有一个朋友啊 他就是怀孕了过后就发 因为现在的人 他们怀孕的话 都会做残检嘛 那么做残检的时候 就会知道说 胎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如果是先天性的话 有一些残疾 或者是畸形的情况发生的话 他们就可以选择说 这个胎儿要不要生下来 就是在他在胚胎里面 发育的时候 就把他拿掉 就是堕胎了 那么现在残检 是可以让你知道说 你的孩子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么生出来的时候 不会说不健全 不像以前那个年代 生出来的畸形 是挺吓人的 可是这个也是 另外一个人道的问题了 现在孩子的情况 你还没有生下来 你就知道他会生出来 是畸形的 你该不该要 这个也是现在巴西人 或者是南美国家这边的人 他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是 那当然最主要再次提醒 就是既然已经在印尼 这个靠近苏梅 其实在苏梅达拉岛里头了 就有这个病例了 那就是希望大家也要小心了 如果发现到有一些病症 比如说出现感冒症状 包括一些低度的发烧 头疼 关节疼痛 红疹等等呢 就类似一些 骨痛热症的这种病状 就要小心了 要特别小心 最好是尽快去就医 因为如果我们邻国可以有 那换句话说 在马来西亚也不见得说 不可能会发生 所以自己要尽量小心